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4月下旬将上线的8部新剧 杨幂照丽颖题材撞车 你更期待谁 假期在家是不是很无聊 那小伙伴们是怎么打发无聊时间的呢 是跟对象聊聊天 还是用手机追剧呢 如果你是后者的话 那么4月下旬你的福利就来了 将有8部新剧上线播出 满足你所有需求 第一部《且是天下》 《且是天下》于4月18号播出 是由杨阳和赵路斯主演的 两个人饰演的都是武林高手 但剧中的恋爱线比较虐心 虽然这是两个人第一次合作 但杨阳和赵路斯的演技是没什么担心的 所以两个人应该能擦出火花的 第二部《风起龙西》 《风起龙西》是由陈坤和白宇主演的 4月27日在央视8播出 这是一部双男主的大戏 陈坤的演技无庸置疑 就是不知道白宇能不能接住 还是有点担心的 但是 让人更担心的还是杨颖 在众多实力派演员面前 杨颖的演技能抗住吗 第三部《祝清好》 《祝清好》于4月16日播出 是由袁冰岩和郑叶成主演的 这两位已经很长时间没出新作品了 但只要出演的古装剧 口碑都不错 而这部剧有点古装喜剧风 所以两位演员应该也能拿捏住吧 以上三部新剧都是古装剧 但风格全完全不同 每一部都是自己精彩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一种风格呢 第四部《爱的二八定律》 《爱的二八定律》是由杨颖和徐凯主演的 杨颖在剧中饰演的是事业有成的女强人 跟徐凯饰演的男主角《新婚后爱》 算是一部关于女性事业和婚姻的励志剧 杨颖和徐凯演现代剧 塑造人物都是很拿手的 口碑应该不会太差 第五部《幸福到万家》 《幸福到万家》是由赵丽颖和罗进主演的 赵丽颖饰演的也是一位独自创业的新时代年轻女性 在事业和家庭上不断选择和突破 赵丽颖首次挑战这样的角色 不知道能不能演出效果 其实 赵丽颖和杨幂新剧的题材撞车了 而且播出时间都在4月下旬 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出现 不知道大家更期待谁的剧呢 第六部《重生之门》 《重生之门》是由张艺和王俊凯主演的 这是一部悬疑剧 也是两个人第一次搭档出演 很多人还是比较担心王俊凯的 害怕他被张艺的演技比下去 不够出彩 不过 王俊凯锻炼了这么久 应该没啥问题吧 第七部《蓝艳突击》 蓝艳突击将在4月16日播出 是由任嘉伦和陈晓云主演的消防题材的剧 任嘉伦近两年比较高产 几乎每年都有两三部剧播出 他跟迪丽热巴主演的《恰似故人归》 目前还正在热播 口碑还是挺不错的 相比于任嘉伦 陈晓云的口碑就不怎么样 不知道会不会影响电视剧 第八部《我热爱的生活》 《我热爱的生活》是由陈晓和王晓晓主演的 陈晓自从结婚之后 事业心似乎就不强了 几乎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新作品 不知道这部剧能不能让他重回巅峰 而王晓晓也跟陈晓一样尴尬 剧挺多但没有代表作 希望这部剧能让他真正活起来 以上这八部电视剧 都是在4月下旬播出 几乎囊括了大部分的电视剧题材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追哪一步